奇异鸟是一种生活在纽西兰的鸟类,具有许多独特的特性和生活环境 以下是一些关于奇异鸟的特性和生活环境的解说 奇异鸟的身材小而粗短,嘴长而尖,腿部强壮,羽毛如发 眼睛细小,视力衰弱,其他感官却异常发达 觅食时用尖嘴刺探,长嘴末端的鼻孔可嗅出十公分身以下泥土中虫的位置 奇异鸟是一种无法飞行的鸟类,翅膀已退化无法支撑它们进行有效的飞行 这种特征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奇异鸟通常在夜间活动,白天则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 这种行为模式可能因日间猎物竞争激烈而成 奇异鸟主要生活在纽西兰的原始森林和灌木丛地区 它们常在地面上觅食,并利用森林中的树木或灌木作为藏身之处 奇异鸟是杂食性动物,以昆虫、果实、种子、叶子和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 它们使用其长而间的嘴巴来探测并捕食物 奇异鸟主要的繁殖季节是在每年的6月至1年3月 每对奇异鸟伴侣会在夜间互相呼唤,并在巢中交配 是以单一配偶的方式繁殖由熊鸟负责孵卵的工作 由于纽西兰的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 奇异鸟的数量已大幅减少 其他掠食者的引入对它们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,奇异鸟被列为宾威物种需要进行有效的保护措施 以维持族群的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